哈囉 大家好 我是DJ 今天呢 來帶大家看一下 雲林電競派對 因為今天呢 是 雲林電競派對 在宮廟的這個預賽啦 所以今天呢 我就受邀 一起來為大家看一下 這裡的賽事 現場其實 有一些布袋戲的表演 然後還有主持人呢 他們現在也在前面進行主持 所以現在環境可能有一點點吵 不過我覺得呢 這個就是雲林宮廟的一個特色啦 就是除了原本既有的文化之外呢 也結合了電競 比較新穎 比較年輕族群的一些文化 兩個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呢 讓宮廟一個特別的場域 舉辦電競比賽 絕對是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啦 好不好 現在呢 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現場的情況吧 Shox 出貨 我們的主要贊助商 林帝經理 經理喔 請揮揮手舞台正前方這一位 以及主要的贊助商 魏氏郭謝經理 謝經理 舞台正前方這一位 以及主要的贊助商 虎康TGC 台灣咖啡莊園 徐埔總 那在這邊我也是 預祝整個賽事 各位選手還有主辦方都可以 非常的順利 所有參加比賽的 你們都是場上最亮的焦點 宏光科技大學 也是今天的賽事轉播團隊 多媒體遊戲發展 以及應用系主任 黃建經主持 也再度的感謝六房媽主 提供這麼棒的一個廣場 讓縣政府呢 辦理電競比賽的一個場地 很感謝雲林縣政府 六房媽 報告公司 以及東升 一起共同主辦這個活動 那加上所有的廠商 共襄盛舉來參與這一次 盛大的雲林電競派對 而且這個活動呢 它延續的時間非常的久 它不是說只有今天而已 它包含下個禮拜 6月26號 包含 還有更大的活動的 在雲林的局館 7月9號跟7月10號 它會一直延續下去 感謝今天所有現場的工作人員跟來賓 我們最後 大家一起來一個熱烈的掌聲 預祝這個活動能夠盛大成功 謝謝 請代表雲林縣政府張立善縣長 邀請全國所有愛好電競的朋友來雲林 決戰雲林 2022電競派對即將隆重登場了 雲林上場 加速前進 電競產業改變創新 2022電競派對 公廟勤迴賽正式開始囉 戰爭恭喜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 2022年雲林電競派對 我是今天的主播葉仔 已經歡迎我們的賽平阿肥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賽平阿肥 好那現在來的話 我們第一場比賽 由我們的盤子上的藝術隊上 我們立民營造準備開始囉 哈囉大家好 這邊來請教一下威士波的ILEM 我是威士波的ILEM 大家好 你認為今天的這樣的活動啊 就是等於是電競跟公廟的一個結合嗎 你認為這樣的活動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首先很開心來到雲林 然後參加這個電競派對 以往很少看到就是傳統的場合 公廟這樣的活動 然後結合比較年輕的 活力這樣的電競活動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衝突 所以我覺得很喜歡 這一次為什麼會想要 出資贊助這樣的一個活動 當時有沒有被受到什麼為難呢 呃...第一個 呵呵呵 這麼辛辣 因為剛剛跟我蕊的不是這問題 沒錯 但是我還是想誠懇地回答這個問題 電競產業一直在我們競技運動 或是說運動裡面都算比較弱勢 那我覺得他說需要更多的幫助 去推動這個運動這樣子 謝謝大家 拜拜 嘿大家 這邊為大家邀請到了這個活動的 最重要的兩位幕後推手 首先來雞哥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宏觀科大的雞哥 第二位呢是我們的阿樹 嘿大家好 我是芳澳科技的營運長 也是這一次的承辦單位之一 為什麼會有這一次這個 公廟跟電競之間的結合 最主要是雲林縣政府 想要推廣在地的青年 像我們這樣輕創的團隊 一起來攻向盛舉 雲林的一個活動 將電競可以搬到雲林來 在中間舉辦這樣的過程啊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 特別的事情 或是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阻礙 那我們的活動經驗 這麼大型的活動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們請教了很多的相關的單位 那我們的夥伴也都很棒 願意一起來配合 有時候還弄到天亮 我覺得這真的是 很難忍可貴的一個經驗 那雞哥我想要請你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樣被找來參與這樣的活動 一方面是因為網路的因素 第二方面是因為我們的緣分吧 雲林縣政府也非常的有眼光 透過電競跟宮廟 很年輕 跟一個比較傳統的民主文化 做個結合 我覺得這是全台灣的首創 最後一個問題想請教雞哥啦 就是對於雲林縣政府 這樣舉辦一個這麼有趣的活動 在產學合作上 你認為有什麼樣的未來性 我覺得電競它其實就是一個 讓選手有舞台的地方 它其實是可以促進 各縣鄉鎮的一個觀光 因為你可以有長時間去運作 然後讓當地的特色 或農產或的人事物 都能夠透過這個電競賽事的舉辦 促進觀光 從電競呢 一直衍生到每個人的生活 一直衍生到像剛剛雞哥所說的觀光 透過這樣的機會 然後來雲林這邊走走看看 我覺得都是非常棒的好不好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謝雞哥跟阿蘇 雲林縣 副縣長 謝蘇雅 雷比亞亞上台呢 為今天的賽事祝福跟加油 展示歡迎副縣長喔 現場的話有所有的參賽的好朋友大家好 喔 真的是喔 非常非常的感動 然後也非常的訝異喔 有這麼多的好朋友願意不遠千里而來 我怎樣有好多是從我們新北 甚至呢從我們離島 喔 外島過來的 那可見喔 這樣子的一個電競的派對活動 是大家非常喜歡的 在這裡的話 請代表我們立山縣長 歡迎大家來參加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棒很棒的 美好的記憶 那當然記得 這個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好好的認識我們雲林 雲林期待大家的再次的光臨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 謝謝 喂 謝謝大家 有個非常美麗快樂的夜晚喔 期待再相會囉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謝謝 掰掰 嘿 大家 那這個 今天的活動呢 基本上已經結束囉 然後 我覺得這一次的活動整體來說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 電競嘛 然後搭配像是比較傳統文化的宮廟 舉辦這樣子的一個電競比賽 我覺得 雲林縣政府也是很有創意啦 好不好 7月9號 10號的那個場館呢 即將會是瑞比瑞比來進行拍攝 請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可以去瑞比那邊的頻道看好不好 以前台灣普遍的社會認知是 唯有讀書高 常常要以考試來作為衡量一個孩子 是否成功的條件 直到TPA 拿到世界冠軍以後 一切才有了改變 人們知道打電動也可以出頭天 也有聚光燈照耀著孩子 讓他們在世界上發光 這幾年來 台灣各縣市一直致力於發展電競產業 從FPS到DOTA 從DOTA到手遊 到現在 人人都能在家打電動作為遊戲實況主的宅經濟 電競產業 早已是現今社會基礎無法忽視的重要角色 以農漁業為主的雲林縣 也是全國最大的石化工業重鎮 同時也是宮廟聚集度首屈一指的縣市之一 在這樣豐富又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縣市當中 舉辦電競派對實在是一大突破 卻也是一大亮點 雲林縣政府攜手凡澳科技與紅光科大 以及林地威斯波以及TGC雲林湖坑咖啡莊園 這一次將電競比賽直接搬進雲林的宮廟 讓神明感受年輕人在虛擬世界中的電子競技 想必他們應該也是感到很新鮮吧 雲林電競派對最後在雲林縣立體育館的總決賽 專業級別的賽事規劃與轉播團隊毫不馬虎 讓整個派對圓滿順利的結束 同時也寫下了台灣電競新的一頁 很開心這一次能夠受邀前來這樣的活動 非常有意義之外 也讓我能有機會來到雲林 感受這裡超有活力的陽光與電競選手 這邊也特別感謝主辦單位 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東森ETtoday 籌劃單位繁澳科技 指導單位CTESA中華民國電子經濟運動協會 協辦單位ROG東位傳播 雲林科技大學 湖偉科技大學 環球科技大學 紅光科技大學 結衡數位 雲林六房媽紅潭 斗南順安宮 贊助單位包含 華碩電腦 立琴實業 智利伯爵酒店 古坑咖啡TGC 林地 威士波 胡雷 艾圖室 Daily DarkFlash 摩歇 樂維科技 MC 雲林縣國際企業經營研究社 安古坑咖啡 零點資訊 土庫義可可莊園 兒童樂園 蛇吞象 阿薩姆奶茶 惠宏國際 X-Redpad 傑藝相繼 斗六人社交圈等等相關單位的支持 期待我們大家明年再相見 不多說了 我也要來開啟傳說對決 來打擊掌排位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別忘記點選小鈴鐺 也歡迎到我的Facebook粉專按讚 也別忘記追蹤來G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拜拜